這一次這個案子 全部都用木工師做 對 全面木工師做 實際上是23坪 我猜是 不用這麼多 大概是 我覺得是有點便宜 瓷批整齁 最重要是 我發現你的整個客廳 基本上沒有任何的一些隔壁 就是一朗無印 光線打下去還有明暗這樣子區分 就不會說整個面是平整的 櫃子來講都是以淺白色 搭配線條就是有面索的線條色 對 面索 這樣子的斷帶感 它比較像現代溫馨 日式風 我發現你把所有設計的規劃 還有費用 全部都做在牆上跟田花板 哇 真的錢花在田花板上面 錢花在看得到的上面 裝修小五郎 健康最在乎 我們的設計師第一次馬上接上去 你是有看五哥的影片對不對 有 每集都看 每集都看 我等一下問看看 就知道真的假的 不要騙我 不過這一次我們到台中來開箱 這個室內屏數好像大概二十幾平 所以是一個不大不小 蠻適中的一個室內空間 是 我想今天邀請到的設計總監也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叫喬琳 喬琳總監 小朋友 對 下個月要生了 所以你可能比一般人更重視健康這件事情 我們待會來看看這個健康宅 如何做出一個完美的健康宅 屋主是一對夫妻帶小朋友嗎 屋主其實是一位八十幾歲的奶奶 一位 對 就一位 一個人住 對 一個人住 那兒女就是事業有成 長期都在國外工作 那偶爾就是放假回來 所以當初屋主有跟您要求 整個室內的設計 有要做什麼風格 其實因為都是奶奶自己一個人居住 所以基本上他要求就是空間要明亮 然後溫馨 溫馨 對 最重要還有一個安全 如果八十幾歲的老人家自己人在家 您的地面應該不會有高高低低這個問題 對 沒錯 這個二十幾瓶對來講是真的蠻大的 首先我們先看到這個玄關 我想這個玄關搞不好不到一瓶的空間 不到一瓶 你這個玄關其實雖小 但是我覺得你也有花一點巧思 你整面把它做是這木頭嗎 這個是美奈板 哦 這是美奈板 對 所以你用美奈板搭配鏡子 那為什麼不整面鏡子就好 整面鏡子會覺得顯得有點呆板 所以就是用美奈板跟鏡面做一些切割 因為其實像開門的時候 因為它這邊有門檔 所以開門的時候 其實如果直接撞到鏡子 其實對鏡子來說是蠻傷的 哦 對 那我們就是有去設計 它剛好其實開門就會撞到這一片 了解 所以你看我們的門上面有一個門檔 如果門開起來 它如果撞不到鏡子 哇 很危險 所以做了這個美奈板 它硬度是非常夠 對 而且木頭相對來說 會比鏡子柔軟 所以它這邊等於是開門檔 然後一方面也是它一個設計的感覺 對對對 至於我們要出門回到家 其實我們看這個整容鏡 這個夠大 對 光這一面牆可能你一開始就花了不少錢 嗯 還好 還好 要不要一萬 嗯 要 因為台中跟北部的價錢就我知道可能會有一點點落差對不對 所以最後五哥要拆價格 所以每個東西我都事實上要抓得精準 不然很多人都說五哥最近拆的價格都不太準 那接下來我看看左邊一定就會有一個東西 你有看我影片的話你應該知道我會看什麼 電箱 因為我很喜歡看設計師藏電箱藏在哪裡 嗯 我想不用講啦 這個電箱一定藏在這裡面 沒錯吧 這是一個鞋櫃 對 鞋櫃 然後還有包含一個外出可以掛衣服的地方 那你還刻意做這種把手是因為 其實放鞋子多少都會有點氣味 所以就是會讓它有點透氣 喔 有點透氣 現在好像每一位設計師都會去做這個事情 是 不然那個鞋子久了真的 悶在裡面 而且久會發霉 對 像這兩天下雨天 如果說我們鞋子濕濕的 我們就放進去 搞不好就有可能一個月後就發霉 可能是 啊長香菇的話其實吃火鍋 就從這裡長香菇 可以加菜 我們來看看這個櫃子 喔 真的 好大的電箱藏在這裡面 這個鞋櫃其實老奶奶一個人應該夠了嘛 對不對 對 還有包含因為側邊這邊也是有做一些 也有 這個也是收納 如果那邊不夠放的話 這邊也是可以放鞋子 出門的口罩啊 還有小東西 或者小包包 零錢包 都可以先放在這裡 你這個是木座還是系統 這邊是都是木座 這一次這個案子全部都用木工師做 對 全部木座 那喬莉我問一下 木座跟系統比起來 哪個會比較貴 其實我覺得現在價格差不多 我記得早些年 木座甚至比系統多出三五十花貨的 但是這幾年我看系統 都差不多了 其實最接近了 不過我有去分析 木座我可能稍微算過 可能現階段還是比系統略高一些些 對 當然還有板材的選擇啦 對不對 所以現在越來越接近了 不過你選擇木座是因為 我想你是因為想要在心力柱上做加強 對 而且因為木座其實它可以做很多 系統做不出來的東西 比方說像包含我們這邊旁邊的這個格柱 對 這個格柱系統好像 它就沒有辦法做成這樣一枝一枝 所以你這個部分 如果全部木工在做的話 而且這個格柱你這樣子做 其實一二三四五 光是這個五根格柱做起來 我覺得有一個畫龍點睛的效果 如果今天是客人進來的話 它不會一眼看穿 對 然後這邊放一盞燈 其實它的光線是可以經過格柱去熨覽出去 或者是說白天沒有開燈的時候 其實自然光也可以透過這個格柱穿到玄環裡面 所以這個一開始在設計的時候 我們都已經想好了 對 各位有沒有覺得 差這五根而已喔 就差很多那個感覺 很多人說格柱做起來 就有點一點點的帶一點日式風 那您這個風格整個裡面 其實在規劃又不太像日式吧 對 它比較像現代溫馨 日式風 這是屋主喜歡的還是你自己喜歡的 當然是我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再搭配屋主喜歡的風格這樣子 我可以先問一下 從格柱到這裡這樣子 無恥的櫃子 就是150公分這種櫃子 連著格柱 這個要不要4萬塊 差不多 差不多 很準 準好 差不多 好 接下來我們來往客廳走 好不好 我們來看看客廳 這個室內整個25坪 可是如果扣掉兩間浴室 沒有錯 是建商戶的 實際上我們在設計規劃就是23坪 對 差不多23坪 23坪 到底在台中多少錢 往裡面看 走 從玄光過來 其實它是完全整個開放 最重要的是我發現你的整個客廳 基本上沒有任何的一些隔屏 就是一覽無一 這個客廳扣掉玄關這個算是一個很方正的空間 長方形的空間 大概有沒有將近快9坪 有 8坪多 那你的整個設計我發現一個重點 你的地面基本上沒有什麼設計 是 為什麼不做一些什麼設計或一些小巧思 那時候也是因為怕污阻它的安全問題 80幾歲 對 基本上就是以建商戶的為主 我發現你把所有設計的規劃還有費用 全部都做在牆上跟天花板 是的 沒錯 這一整面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PU的造型 側邊看起來像是格柵這樣子 對 它是格柵 光線打下去還有亮明暗這樣子區分 就不會說整個面是平整的 我覺得應該你也知道 如果格柵整個做橫的會發生什麼事你知道嗎 久的話會 激灰塵 對 會激灰塵 所以格柵一定做直的 如果有人做橫的就完蛋了 不過你這個PU的格柵我認為也不便宜喔 你這個整排格柵到底我看有沒有400公分 有400 光是這個格柵大概花多少錢 這格柵大概一片30公分寬就要2000多塊 一片30公分寬 然後高度是大概240 等於是到頂就對了 然後30公分就是多少錢 對啊 2-3000塊 那有含施工嗎 不含施工 2-3000塊的材料一片到頂240 然後30公分 如果施工做下去就是3-4千塊 差不多嘛 差不多 所以你這一面如果說400來公分的話 就等於是有做到13-4尺 13尺乘以3000塊的話是 這一面其實也還好啊 4萬多塊而已啊 整面牆就4萬塊搞定了 人家有著貼那個現在比較貴的壁紙 也可能要這個價錢 不輸給壁紙 而且施工速度快啊 這個施工速度快 對啊 就是木作只要量好它就釘一釘就可以了 釘完之後你那個釘子痕跡呢 那個這邊還有經過那個油漆 油漆 可是我們剛剛講的價錢有沒有含油漆 沒有 所以油漆又要另外寄 所以可能最後油漆噴的話 又要1-2萬塊 所以我們現在朋友自己在做斟酌一下 不過我覺得這個整個牆做起來 也了不起5萬多塊6萬塊 好像整面牆不算貴啦 嗯 欸你說嗯 有辦法睡一睡的利潤這樣 這個是一個檯面 那為什麼當初幫他做這樣設計 檯面跟他的 這是餐桌吧 對 因為他的客廳只有一張桌子 算是多功能桌 如果他在上面看書 或者是吃飯都可以 我問一下 這個餐桌 他現在放四人座是有時候 因為偶爾朋友也會過來 泡茶聊天 對 那小朋友如果從國外回來的話 其實也都是需要的 這個成本算是讓他們可以放飾品嗎 還是放酒嗎 放酒或者是說 八十幾歲還有喝酒嗎 喝茶 對 那時候其實這個檯面就是可以讓他放 例如說像咖啡機 或者是說一些比較好像烤麵包機 所以你有幫人家留插頭嗎 對不對 有 插座 這個插座插頭 對兩邊都有留 上面這個成本是為了要馬克杯而已嗎 馬克杯或者是說一些茶具 要喝茶 咖啡杯 從這裡就直接拿杯子 然後下來泡茶 然後就可以喝了 對 因為老人家要讓他拿杯子還要再跑很遠 跑來跑去 對也是不好 嗯 OK我們來看看 往這邊走 我看到一個很特別 這個是復古懷舊 是不是你幫人家想 還是人家老太太自己想要的 嗯 其實家具的話是我們有陪同屋主 一起去家具店做挑選 那其實他那時候看到這張 其實就蠻喜歡的 因為現在這種已經算很少 然後又搭配比較現代的布 等於是這個是一個餐椅嗎 這個是主宅藤 這個應該是藤 藤邊 我哥小時候三四十年前真的很多欸 很多都是 那後來基本上人家不用 我跟各位講 最近這半年開箱 這是我看到第三場 喔真的 但是它不是椅子 它是用在那個鞋櫃 鞋櫃的 因為它這個可以穿透 可以也是透氣的 透氣 但是我們看不進去 它那個鞋櫃整面這樣 我覺得蠻好看的 所以這個其實它有一種 老奶奶是不是 她用這個是會感覺 可能有回到家的感覺 八十幾歲 我覺得在她的那個年代 可能這個東西是非常普遍的 對 所以我剛看到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哇 這個很復古喔 其實簡單俐落 也是一種美 是 電視牆 這個基本上這不用講 這個不是設計師設計師 對 設計師買的 你看 其實老人家最怕就是撞傷 你這邊有刻意去做對不對 對 去導一個大的圓壺 我跟你講喔 我最近也常常 因為有時候在趕時間 我有時候踢到 我跟你講 我踢到這三分鐘 久久不能失懷 對 尤其是因為我們其實 電視櫃沒有完全做到滿 我們其實這邊也有稍微縮 那其實也可以去減少它 碰撞的風險 所以你刻意留一個大概8公分縮進去 如果坐到滿 其實反而進來有更容易撞到 所以你刻意去縮了8公分 等於是我們動線在走的時候 它比較不會撞到 我們轉到這一面牆 其實這面牆 它也是用木工去做的 我真的很想問一下 你這個做起來大概有短 60 70公分 60幾公分這樣子 木工這樣做這樣一面 它其實喔 你說沒有這個東西 也不會怎麼樣 可是有了這個東西 我總覺得加 就是有多一點點裝修的感覺 這一面這樣子木工這樣做要多少錢 不用1萬塊 這樣子都不用1萬塊 不用1萬塊 那加上這個燈 我覺得真的做到畫龍點睛 這個燈是屋主挑的還是 我們挑的 其實就是主對我們蠻信任的 所以基本上燈具我們挑什麼 都挑它都認同 對它都非常認同 尤其到傍晚晚上打開來的時候 那個感覺很好 然後我還有覺得這裡還有一個 不錯的點就是 這是自然的點不是設計師設計的點 就是view 這是幾樓 12樓 12樓 我們看出去的話 因為它高度夠 所以其實也沒有被擋到 如果說今天白天 我們把窗簾整個拉開 這裡我覺得搞不好燈不用開太多 那還好有些設計師 他可能把它去做 整個變成昏暗 或是整個蓋掉 那個就糟糕了 浪費了它這個自然採放 它這個窗是一個 有點M字形的窗 對 側邊兩邊 它延伸的快要 大概70公分80公分 也是一個整個透明的窗戶 這是建商原本就這樣子 對建商原本就是這樣子 所以裡面也幫它完全保留 我私底下偷偷問一件事情 你這裡有稍微做外推嗎 沒有 它不是陽台外推啦 沒有建商的格局本來就是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個社區應該會賣得不錯 目前應該是玩銷了 要買的人也不用找五個 五個沒有代言 那接下來往哪裡看你知道嗎 你猜 巧琳你覺得我想看什麼 天花板 對 天花板 我剛剛講了 我們整個設計 地面基本上讓它做整個很平整 很簡單 乾淨俐落 是因為安全 牆壁做了很多的裝飾 甚至很多師傅的精心雕琢 那我們現在往天花板上面看 你看這個天花板上面 這整個天花板的設計 我發現有巧思之外有一個重點 我發現它沒有間接照明 為什麼 因為屋主那時候是擔心 它如果有間接照明的話 會比較容易激灰塵 激灰塵 因為它的年紀也不可能說 兩三年上去清也危險 現在的市場設計慢慢偏向 比較人性化 比較為那個屋主去做克制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所以我想問一下這個天花板 一般人家天花板大概四五千塊錢 你這個天花板大概做起來一瓶要多少錢 這樣可能是一般的一倍價格 差不多應該要 哇 真的錢花在天花板上面 錢花在看得到的上面 但是我們才不到 不過這也是因為 如果你把裝修的費用都弄在地上 加一個什麼有的沒有的 我覺得反而在這個客廳 我覺得反而是太多了 對 反而是累贅 這樣子的感覺俐落 我覺得非常好 那簡單的沙發 我有特別發現你幫它設計規劃 以傢俱來講 都偏向有點灰的感覺 對 帶灰色調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灰色色調 其實就是呼應它 像我們一般像牆面 其實也都是有灰色 不一樣的灰色跟不一樣的材質布料 其實它就會展現不一樣的效果 但是它都是灰 只是不同層次顏色的灰 對對對 那加上其實這種深灰淺灰 搭配木頭色 我老實講 深灰淺灰搭配木頭色 這種顏色基本上設計 怎麼做都不會失敗 這是一個不失敗的顏色 是 但是我們如果室內 又自己 如果自己機婆又跑去買一個 紅色的沙發 可能就比較 比較怎樣 你也沒辦法管 客廳看完之後 接下來想要帶我們去看哪裡 主臥 進主臥前我想問一下 這個門是你們做的還是建商附的 建商原本就附的 哦 胡桃木的門 走來看看主臥室吧 Go 這做的蠻溫馨的 它的主臥室 其實大概也差不多4坪左右 4坪差不多 然後這一整排 我們把它做衣櫃 對 衣櫃跟收納櫃 還好你沒有去做那種堆疊的收納櫃 這樣上面的 大概也看不到 這該不會也是木座的吧 對 沒錯 你也做木座 對 全部木座 那這樣算起來價錢 就我現在知道 木工還是比系統稍微貴一些 貴一些 這是軌道的嗎 對 推拉門 我很好奇 這個照理來講做系統也可以 對 它為什麼你要木座 系統它有點沒辦法做 像這樣子的層次 對 像這個線條 它就沒有辦法做 所以其實也為了美 對 就為了這一點點美 然後就用木座 對 深度也差不多60公分 一個標準的我們的一個衣櫃 那這高度基本上 它要放上去的話 可能也要一個東西墊著 對 上面的話 這邊大概是200 到頂的話大概240 250 所以是一個蠻完整的一個衣櫃 對 八尺衣櫃 一尺衣櫃 我們抓以北部來講 一尺衣櫃抓9000 9、8、7、12 7萬2 差不多 差不多 7萬2 因為它裡面比較空 所以大概7萬2 台北如果說以木工來講的話 有可能到1萬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 在台北大概8萬多到9萬多 跑不掉 剛剛跟小林聊了之後 我覺得台中我都要 價錢算好之後再打個9折 這個才會猜得對 你背後這個做一個 床頭等於是也有一個儲藏對不對 對 有一個收納的功能 這個是建商戶的是不是 它原本就是有一個緊急按鈕 一般家庭都有嘛 對不對 那只是說你重新把它 木做完之後把它延伸到外面來 延伸到外面來 如果說我們今天老人家有什麼狀況 它提示可以按 而且這個燈就在床頭邊 其實我家的燈 是在床的旁邊這裡 我太太手拉不出來 還要稍微跨一下 但是這個東西我們在旁邊 其實就是不用再下床 方便也不用說跨得很遠 那上面這個是給它用來做 對 收納的功能 因為其實奶奶說它東西蠻多的 東西蠻多的 對 所以需要蠻大的收納量 然後奶奶應該可以試著做那種斷水 因為東西隨著年紀會越來越多 對 有些用不到真的是 把它換掉或者是捐出去 我覺得都很好 對 等於是它也是它的一個化妝桌 對 或者是要當書桌也是可以 對 也是不錯 也簡單俐落 簡單俐落我覺得OK 還有一個部分我覺得有一點點的巧思 一般我們系統櫃就比較不會特別去做這個 也麻煩 上面這一個V型的 我們這個櫃子要打開直接這樣打開 下面這個下V 所以上下還有一個對稱的感覺 對 這樣子做為什麼 是因為手可以好拿嗎 第一個是它其實就可以直接當把手 那第二個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為了讓這個櫃子可以透氣 喔 就是不要讓櫃子永遠都是密閉的 對 沒錯 我們的主臥左邊這邊有一個開放的衣架 對 這個衣架的部分是您做的嗎 是 那時候就是考慮說 我們一般其實都會有穿過的衣服 可能穿過一兩次還不需要洗 尤其冬天的時候 那就可以先把衣服掛在這邊 它原本這邊有一個牆 這個深度 我看一下 一個45公分的深度 對 差不多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 差不多40公分深的櫃子 它這個45公分的深度 你如果是做一個 說實在你要做這種衣櫃 深度又不夠 對 沒錯 衣櫃一般深度都至少58到快60 對對對 那這個45公分 所以就乾脆做一個開放的衣� 對對對 這個深度就不再是問題了 對對對 上下又可以收納 有些即時性常在穿的就放在這裡 對 我覺得一個人收納已經夠了 不過我有特別發現 你櫃子來講都是以淺白色 搭配線條就是有木座的線條色 對 沒錯 這樣子的斷帶感 你看就像這裡 剛剛我們巧琳講了 這個是線條直立的這種斷帶 它的這個寬度大概五六公分 上面那個橫的那一條 它等於是收邊那一條 它也是寬度也都差不多 這樣就不會說有忽大線條忽小線條 對 OK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看看 客房吧 客房 客房有看頭 有 有 走 我們去看看 這個是次卧 是 沒錯 次卧就沒有花太多的裝潢的這個 欸 也是有衣櫃 然後也有床頭 也有書桌 然後奶奶一個人這裡是 為什麼要這樣做 希望每個房間它都是裝潢好 那兒女 孫子回來的時候 其實都是可以使用的 真的 蠻有心的 你幫她的規劃 其實我覺得這樣子反而素養 對 素養 然後就是使用的顏色材質 就是都是統一一致性的 它的房間都是父母地板 這個木座 這個櫃子我看 這個櫃子大概 喔 將近四匙櫃子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價錢 我猜 呵呵 三萬多塊 差不多 應該是吧 因為它裡面是空的嘛 對 就完全衣櫃而已 門片桶生大概八千塊錢嘛 對 好 我們看完了這個算是次卧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另外一間 另外一間也是次卧嗎 對 也是次卧 不過另外一間次卧五個剛好看過 還不錯喔 它有做合適的價高 對 然後好像門片也有一些變化 嗯 比較像多功能 多功能的 我們來去看看 走 我們接下來到另外一間次卧 來看看這個次卧 跟剛剛那個次卧有什麼不一樣 有不一樣嗎 有 非常不一樣 非常不一樣 會不會打開來發現裡面全部都是家徒四壁 要進去前不過五哥特別問一件事 這個隱藏門我想就不用問了 一定是隱藏門 你可以去做切割 對 不是建商附的 不是建商附的 那為什麼要去做這個切割 第一個是因為這個是貼美奈板 那美奈板它實際其實它就是有尺寸的限制 對 所以就是做一些線條的切割 然後讓它這整面不要那麼呆板 喔 又是不要呆板 所以做了切割師傅又要多花錢 更花時間 你看這個切割線條這樣做有沒有 一個這樣的切割 我想門應該是開在這裡 然後這邊又做一個大小的切割 對 又像一面牆有去設計過的牆 但是它又卻又是一個門 我們把門打開 這個門是全部拆掉 對 木座重新做 對 包含門框也就這樣 包含門框 對 那我問一下這個門片這樣做起來 要不要2萬5 差不多要3萬 要3萬 對 連門框 對 連門框 那你這個鑿鏈也換 包含進去 進口的 進口 對 這個次握大概也有快3坪大 大概2.5坪 2.5坪 對 可是因為你這個部分 你這個是一個架高對不對 對 架高 架了快30公分 然後它底下是抽屜 有 也是有收納功能的 有收納功能 這個其實很多人很喜歡這樣做 因為這樣做的話其實它不會佔空間 只是說地面會高出大概30公分 這個又是一個收納 然後這邊有3個抽屜是不是 喔 4個抽屜 你說老奶奶 家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怎麼這麼多 我看到這個是衣櫃 這個衣櫃又跟剛剛衣櫃完全不一樣 我們來看看這個衣櫃 坐在這個架高的上面 那這個衣櫃你為什麼這次坐的 又跟我們剛剛那邊完全不一樣 它那時候說如果這邊是要放床墊的話 所以我們下面就是幫它做抽屜 它這樣子在開門的時候 就不會說人要對會擋到 所以它這個是刻意留一個 抽屜可以開的空間 喔 除了這個衣櫃這樣之外 你看這底下這個是抽屜 所以抽屜它打開它有一定的一個距離 大概至少45公分吧 有 它有幫到預留 對 所以這個抽屜不會去被床給擋到 我看這個連架高 喔 6.5 尺的衣櫃 這個做起來可能要十幾萬 應該跑不掉 十出 十幾萬 跑不掉 哇 這個我剛剛問得很細 所以價格我現在心裡面大概有底了 最後我們到外面來猜猜價格好不好 好 沒問題 走 喬琳 我想今天的開箱最後我也想問看看 當初你這裡到綠裝修認證的時候 你是怎麼跟屋主溝通的 因為一個八十幾歲的老奶奶 如果你跟他講說綠裝修認證 他會覺得說我跌到八十幾歲了 就什麼健康認證 我都沒事了 其實那時候在跟屋主接洽的前期 剛好是上完綠裝修的課程 那其實那時候屋主跟他的家人 其實都又一起來我們辦公室做討論 是 老奶奶支持 他的小朋友也支持 是 因為畢竟爸媽或者媽媽 在這個房子的場域是要健康的 是 沒錯 所以這個案子通過綠裝修認證 也會有本綠色的手冊 那最後的一段 你猜五個要講什麼 要猜價格 來 我最後諷諷一下 我們的室內實際上裝修 您在負責的扣掉兩間廁所 因為兩間廁所是建商戶的 實際上是23坪 差不多 對 然後依照你現在都是用木座 對 不管對錯啦 有點太高或者有點太低都難免 如果五個孤太低你也不要罵我 我猜是195萬 不用這麼多 23坪 你做到這樣子不用這麼多 對 那是多少錢可以跟大家說嗎 大概是170左右 其實我發現中部跟北部在裝修上 價錢有一點落差 對 沒錯 我上次在台中開箱 設計師也跟我講一個 我很驚訝的價錢 我覺得可能會有到10%的落差左右 應該有 我們如果要裝修未來是不是找台中設計師 對 沒錯 不行 我會被北部設計師罵死了 這是木座不是系統全木座 對 全木座 所以老實講 我覺得是有點便宜 CP值很高 CP值不錯 對 CP值真的不錯 好 那最後Ending了 好 我想你應該有看過影片 有 沒錯 太好了 那就跟著做咯 裝修小五郎 健康最在行